哈喽 Good Morning OK 我们看 就是如果你是有上P这个class的 你已经拿到这本书了 如果你是上online的 of course你还没有拿到这本 11月的notes会有这本 你放心 其实我已经有放soft copy在 你可以去看一下 OK 你知道你们很幸运 你懂吗 如果星期日 你都会看到我 人家如果星期日 要看到我要给钱的 你们先免费看我的星期日 OK 来来来 So Chapter 11 可immunan manusia So this chapter就是关于到我们的 免疫系统 我们的immune system So for those who我已经开始 因为有些class 我已经start了Chapter 10 So for those who我已经叫Chapter 10 我们那时候讲的那个 白雪球 Syal Dharaputte Yeah mainly 他就是有involved 在这个crim 所以有touch到一点点 你要知道 OK So but anyways 我们start with这个先 我们人的 Prattahanan Badan Our immune system 其实分成三个 VariSat So如果是要打你的身体 他要经过三个level 好像打boss这样子 1 level 2 level 3 So just like 好像跟 Let's say 你要去打别的国家 Let's say 我今天要去打美国 我要去打中国 我已经要pass 三个line of defense OK Let's say 我是一个terrorist 现在我要炸爆那个 那个 whatever building 在美国啦 OK So首先我就坐飞机到他的国家 So once you到一个国家 你有去外国旅游过 你们一定有 experience这个东西的 就是如果你要进个国家之前 不管你是谁 你一定要经过这个东西 你懂是什么吗 不管你是医生啊 普通人啊 你是歌星啊 你是jenny Blackpink啊 你也是一定要经过这个东西 你懂是什么吗 Once you reach别人的国家 你要到immigration OK immigration里面就有什么 有那个custom 对不对 就check你的passport 看你样子 像没有 So usually是很容易 可以pass through了的 So first out of defense 其实很差 because谁都可以进来 Unless可能你有face problem 看你这个很像坏人 他就stop你样子 So for我们的身体呢 First line of defense 是很表面的 就是你要进去别人国家 你就经过这个 它就在你来 surface最外面的 So比如说 这个在我们身体的 es actually like 你的眼睛 壁紫 嘴巴 耳朵 就是有动的地方 东西可以进来 你身体的地方 这些就是你的 你的 Varisan Petaman Petaman East 好像如果你 服事要细菌的时候 你鼻子这边有东西 处理掉那个细菌 所以你爸还可以是 眼睛 耳朵 世界全部都有 So他这边讲 他是B的 specific 就是好像你去 别人的国家 他不理你是谁 like你是明星 个性 whatever 你都是要先 经过这个 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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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 经过这个 所以 所以 就是 你吃东西 不管你吃 vitamin 营养 或 西菌 你自己发 他也是要经过这个 先的 OK So Let's say first line 很容易 就可以pass through了嘛 So容易 pass through你的 first first line 了 现在你就在 身体里面了 首先你要面对 second line 的 Effect So let's say 我是个 Terry 我pass through 那个 custom 了 So 我进去国家里面 就要对 他的 police So 他的 P-B-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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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So 他也是 T-D-A-S specific 的 It's just 他要 Rode block 这样子 好像你有 在Papama 车 有试过 Rode block 对不对 So 如果他 警察 check 那个车的时候 他也是 看样子 看表面的 如果他看到这个车 哇 这个是名车 很漂亮 OK 也没有事情 他就给他过 所以他看 如果一个车 定到黑黑 然后modify 那个灯亮亮 然后有那种 啦啦的颜色 这样子 他就会 哇 这个车不可以 他就stop 然后他看样子 有问题 这个人 好像坏了样子 我就stop 他这样子 我很 熊悴 我就停他下来 So 也是 不specific 就是来 暗表面的 所以你身体 里面也是一样 如果他看到一个 好像 不belong to你身体 这个车 所以他不理 这个车 是好 坏 他就会 杀掉 阿联 Yes So 那些 那个 Bully stop 我现在 他拿手枪 我就拿 M16 射死他了 So 现在 Second line 的Defense 巴尔萨 巴达 南 肯度 也 撑不住 So 现在就要派 最强的 来处理掉 我了 So 国家里面 最强的巴尔萨 巴达南 就是那个军队 It's basically antibody So For those 我已经 我教了 Chapter 10 这个我没有讲到的 antibody 是很specific的 OK 这个等下 我们再讲 So 我们就 start with 巴尔萨 巴达南 巴达南 所以 巴达南 就有分成 Physical And Khimiya Physical 就是好像 一个墙壁 这样子 它不给你透过 Khimiya 就是我产生 一种 Chemical 来杀 那个细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像我讲 巴达南 巴达南 是在你身体的 进口 眼睛 鼻子 嘴巴 So 当你的眼睛 是有灰尘进去 或它有 吸菌感染 你的眼睛就会 很痛 这样子 过后就会 流很多眼泪 对不对 Because 眼泪里面 是有一种 Enzyme Lysozyme 那是可以 杀 Bacterial So Lysozyme 其实在你的 巴达南 巴达马 跟科督 是一个很 common的 Enzyme 来杀 细菌的 有时候 像你们 如果有 中过 红眼的话 眼睛 红眼就是 你被Bacterial Infect 眼睛 然后你眼睛 也是很多眼泪 很多胺 吸出来 也是一样的时候 这些东西 就会 杀 那些细菌 OK Now Membrane Mucos So Mucos 就是你的 BT 就在你的 B子里面 所以当我 Let's say 有时 如果我 呼吸 很多 一个地方很 很脏 很多灰尘 我就会一直打喷嚏 一直 Achoo 这样子 So Why 我会 SNEEZ 因为我 Try to 把那个 细菌 SNEEZ 出来 然后 你SNEEZ 过 就有很多 BT 很多 Mucos 对不对 So Mucos 同样 也是有 这个 Enzyme Lysozyme Wish 也是那些 Sub-acterial 就好像 为什么 我们 伤风伤 就是因为 有细菌 感染 整个 气管 那边 So I try to 用这个 Mucos 你就会有 BT 你伤风 因为他就要 产生这个 Mucos 才杀 那个 CG OK 这个是 肚子 肚子 就是 嘴巴 因为你吃了东西 过后 你就会吞进去 你肚子 So 你的食物 有时 就会有 CG So Block 9 我们刚刚才 学到了 肚子 有 Axid Pyzo Kloric 对不对 We've Acid Sum Iterial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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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 我们勾出了 这三个 全部都是 奇妙 因为我是用一种 Chemical 去杀 那些CG OK Now What about Physical OK Actually Physical 主要是我们的皮肤 因为我们的皮肤 就像一个墙壁 这样子 也避免 CG 进来 你身体 So Bomberg Dara 这个是 Example Physical So Let's say 如果你的皮肤 受伤的话 就是有 动了 那CG 就可以进来 对不对 So 所以直血 这个Process 就会 Mahalan 跟Masukan Bacteria 就是一个 Physical Data OK 当然 在这边 最重要的是 你的 固力 在固力 这边 我们就准备 几个填充 所以我们就 当着 做 Question 在这边 OK Mahasegan HCL 有Cell Udama 忘记了 HCL 是你的Cell Pariotel Udama 是产生 Enzyme Pepcinogen 消化食物 OK 所以这个是 那时候我们讲的 Pariotel OK So Let's say Question 可能会有 问这样子的问题 它会 可能 叫你 Deranggan 你的 Paranan Kulit Dalam 你的 System Pertahanan OI say Parisam Pertahanan Pertama 可能它会讲 Dalam Parisam Pertahanan Pertama Pertahanan Pertama Pertama 这边写 So Kulit 有Chemia 也有Physical OK 我们先讲Physical 先了哈 因为我们可以讲Skin Mini 是Physical的Pertana 它不要给细菌进来 所以其实你看你的皮肤 它其实是很厚一下的 来你们一些学会皮肤 有什么Epidermis Dermis 在讲你的肥肉在这边 So 连细菌还是这样小不了 它 如果要进去那个 你的身体里面 你看它要透过的东西是很多层 So 快Hard for Heart就进来咯 Kulit merupakan Perlindung Physical yang dapat 做什么呢 就是 Menghalang 避免 Kermasukan 我们可以讲Bacteria 我们要讲Microorganism 也可以 它避免Bacteria进来 Kranesifat Kulit Yard就是很Tough 很硬的因子 So 我就Sugar 就是能透进来 So 皮肤Yard 它是没那么很硬的 它是个墙壁这样子 Now that's number one 如果Let's say这个Bacteria 它比较聪明一点 它try to 要吃进去你的皮肤 Ah Then 你的皮肤也可以做这个东西 就是 你们也是应该都懂的 每一分钟 你的皮肤都在 去掉死皮 它在shed 那些dick skin 所以你每天会有死皮 滴出来 So 我们会讲这个 Pernangalan So 好这个确死皮 这个东西 可以避免那些细菌 进来你的身体里面 就是 Because 我们讲了你的皮肤 它是这样子 你看 每几分钟 其实你的皮肤 会买多细 产生新一层的酵 So 在这边是一层 你皮肤的酵 So 这个Bacteria 它吃进去 但它吃到一半的时候 可能几分钟后 你这边就会买多细 就有新的一层酵 So 那个旧的 它就会把它 回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东西 越离你的皮肤越远 然后 几分之后 它又可能买多些 它是新的一层皮 旧的 它就把它一直推上去 然后 你看几分钟后 它又有多一层新的皮 在这边 So What happened is 我一直推 and推and推 那个旧的越来越 So eventually 这个自撑皮肤 它就开始离你的血管 来越来越远 就是它就比较难得到 neutrients 难得到营养 so eventually 这层皮 它就会死掉 它死了 它就会跌下来 所以那个bacteria 也会跟着它一起跌出去 因为它就 在那个皮肤上面 yes So that is how another way 它可以避免死去 进来你身体 ok Now then Pertanine So 这个呢 我们要统治两个calenja先 calenja sebum 两个管 sebum and or in other words perlo 就是汉管 calenja sebum calenja sebum 就是你的油管 so calenja sebum 先拿我们看 merumbus 什么 跟它的名字一样 merumbus se merumbus actually here sebum so sebum是什么来的 so sebum里面 其实有两个东西 一 就是油 敏尿 第二 就是 miniak 跟acid 就是subsidgen 你可以讲 menghalang bentubuhan microorganism mengbunobacteria 也可以 understand 可以啊 ok 我先考虑一个东西 你看啊 sebum 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毛孔里面的 so 这边你的 可能叫sebum 就成sebum sebum就从这边出来 你的油跟acid 是从这边出来 so based on它的function 你们觉得我们身体的哪一个部分 会有很多clenja sebum so 你哪一个身体哪一个部分的皮 will have a lot of this clenja sebum 那你们觉得 what do you guys think 在你的face yes 对 很好 exactly 因为我们的脸 是最多油的 对不对 like COVID 你的手啊 身体啊 脚啊 背后啊 face是比较多的 reason is because 你的脸 你的脸有很多门 有眼睛 闭子 嘴巴 如果你的脸 有很多细菌的话 and你不subs 它就很容易进去你的身体 你就生病 所以你脸就有很多sebum 因为它就要subs 你脸上的细菌 避免它进来 understand and also there's the reason 我们的脸 就有很多什么 那些黑头 都是black head 你可以挤它出来 尤其是在你壁纸上面 yeah so 黑头 is actually because of that sebum 因为你看哦 有时候你的clenja sebum 可能会产生太多sebum especially你们发育的时候 你们hormone变化的时候 它产生的油就比较多 所以它太多的话 它可能会塞着 stuck着 然后它stuck着的时候 它干了 就变成那个 黑头 你就可以挤它出来 so that's where 有黑头 come from ok 这个你们可以 then after that sometimes 我们脸也是会有bimple so bimple呢 痘痘呢 其实是因为你clenja sebum里面发炎 然后它就肿起来 它里面被吸菌感染了 ok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学到的 就是发炎这个东西 我们有个topic会学到 so等一下我们就会讲specific 你的bimple到底是将来的 ok so i just let you know actually bimple是因为你的clenja sebum 里面有infection ok 等下它讲每次手肝脏 为什么不可以摸你的脸 因为不然的话 就很容易bimple咯 ok next这个就容易啦 clenja pello 汗管 汗管是产生什么 产生汗 merembus 不是merembus merembus pello咯 pello就有什么 pello当然就有一个enzyme 叫做 刚才一样那个 lysozyme yeah so lysozyme 也是merembus merembus 这个就是我们的first line of defense 固力是最重要的 so这边我们已经做一个example的question了 好 then let's say 如果细菌manage to pass through 你的鼻子的mucous pass through 你的acid hydrochloric 你受伤的时候 那个细菌进去你身体了 what's next ok 它就要对付你的baris anperdahanankelua actually这个你可以这样子记 see哦 when有细菌进去你身体 你身体现在 为什么有细菌在你身体里面了 它就会开那个alarm 叹叹叹叹叹叹叹这样子响 so那个alarme 其实是发烧 so当你一发烧 其实你身体的alarme 就在响着了 它就叹叹叹叹 一响 然后我的小秒温度就 auto 可以升起来了 就会发烧了 so guys remember 发烧action不是一个pick 它是一个 身体的reaction 一个反应 因为它统有细菌进来 它就开alarme 那个温度就起来 所以你每次如果有人叫你生什么病 我发烧 发烧不是一个病 所以你为什么会发烧 可能就是因为你喉咙痛 可能就是因为有bacteria In fact,你的喉咙 可能你上风 然后你就发烧 Yes, so it's because 因为有bacteria 有virus打你的身体 你才会发烧 所以它是一个reaction 所以为什么你的身体会被你烧 The first one 是它的重点 它讲 So for those who 我教了chapter 10的 Phegocyt就是一种白雪球 给帮你进行 Phegocytosis这个process 也就是 吃细菌 你白雪球吃细菌 的一个process So once你的身体的温度增加 那些Phegocyt 它们就比较alert 它们就会 喂,身体有infection 我们就快去找 继菌快去吃掉它 消灭掉它 So that is why Fever 讲Fever 这样帮助你的身体 好,这个你们不要去写 它是somewhat true but not entirely true 我们的课本是没有这个 这个你大概懂就可以了 不要写这个 So它讲 The moment 能不能够 但能够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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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one of the reason why 它增加你温度 因为它却有用热 去杀这个细菌 可是你发烧 It's like what 从37 7到38 It's like 1度罢了 So this one degree Change It's not going to have any difference So就 It doesn't really work a lot 有时候它也上不到细菌的 所以我们这个就不要写这个 OK 来,我们就看到 来看这个 Spagocyte 的细细啦 首先你温度上是什么 So next 你的Spagocyte 就去找这些细菌去吃 这个细菌可能在你的血里面 在你的胃里面 在你的organ里面 因为它们就passed through 那个 Baryxam Petanam Petammer 它就 这个是肯定的 And for those 我教了 Chapter 10 我们那时候讲 Phagocyte 有两种 等下230 的细菌 要点吃细菌的 记得这两个是谁吗 OK 我教了Chapter 10了 Remember or not 所以那时候我们讲 白雪球有 Ben Likes Melissa Ben likes me Also也可以 So你的 这两个Phagocyte 是N跟M Remember So 这个有三粒的 OK Monocid Yes Songshan Monocid is this one 看它的 Nucleus有M的 形状的 So this is Monocid And the N1 是这个有三粒 Nucleus的 对了 这个是那一个 Neutral field So these two are Phagocyte 就是它们的 Function 就是刺 白雪球 OK Can up Then 之后 我们就看那个 Process 我们就要解释 Pagocyte Process 就跟我们 Form 4 Chapter 2 Remember 那个 Amoeba 是东西 也叫 Pagocyte Remember So yeah It's the same Process 不完全一样了 But差不多一样 就是The first step 你看 它看到 湿菌的话 它要把 这个手伸出来 So 它的手 就叫做 Soldo Podium 你的名字就稍微不一样一点 So 你就有一个Bubble Pagocyte 包着 Turban dog Eh Disergeta Bacteria Sorry OK Then 这个就跟我们的Bub 二一样 那个Amoeba 你之后有那个Lysozone 黏着 那个Pagocyte 什么 So 当那个Lysozone 跟那个Pagocyte 在一起 所以它的名字就加起 合起来 看Pagocyte Lysozone So 你就是要怎样 Lysozone Pagocyte 跟那个Pagocyte formPagocyte Lysozone Lysozone 就是The one 那产生这个Lysozyme 这个Enzyme So 它会把这个Enzyme 就产生进去 然后消灭掉这个体 你看这个Bacteria 粉身碎骨了啦 OK So Lysozyme 就会Mermusna Gan Bacteria Done 就是这样子罢了 OK 这个其实可以不用写的 因为这个就是 这样把Bacteria的尸体 排出去罢了 没有东西的 So 差不多一样 跟我们的Ameba Just remember Solder Podium 包那个Bacteria form Phagosome Phagosome跟Lysozone 就在一起 变成Pagocyte Lysozone Lysozone Mermusna Gan Mermusna Gan Fagosome Bacteria Fago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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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喉咙发炎 就是你喉咙有Bacteria 或者我们嘴巴有凹色 那个也是就是你嘴巴的皮那边发炎 看我讲的Bimbo 有时候我们的伤口 也是会发炎 So what is this? 这个东西 所以他讲的Bahagian Radan 发炎的部分 会Membenggak 种起来 变红色 跟痛 Basically就是这个你喉咙痛的 的那个 那个 symptoms 所以你喉咙痛就会种 痛 and it's会比较红 如果你要等到下去看 So What actually happens So他这边这个图片就是给你 Let's say你被一个 安脏的铁银挂伤 有时候我们锁伤口也是会这样子 在你挂伤了 几分钟后他周围就红红 然后那个伤口可以稍微肿一点 So that's actually also called Keradangan Whereby 因为你被东西割到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很多street感染这个地方 So 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 他会刺激他to release 一个chemical叫hystamine So hystamine这个chemical is actually released by 我们其中一个白血球 就是 我们的BEN 它是released by 这个E So 如果你看回去 chapter 10 的那个 ethinophil的function 它的function就是 the libat dalam Keradangan Yes the ethinophil So what they actually do 他就是会 released 这个chemical 然后他就刺激这边to 发炎 So 发炎人就是会 attract 其他的白血球 比如说phagocyt to 来这边sup 那个食品 Now how they do that? Look at here 他讲 hystamine meninggat ah oh 先去帮我讲 东西 before 你 meninggat pengalirandara hystamine 你可以讲 menyebab kan 那个 salo dara menyebab 好 boss 下去 谢谢 ok 导致你的血管膨胀 meaning 你们写了先 so example是这样子 你看哦 这边pc菌感染嘛 so我这边的血管 可能就稍微膨胀一点变大一点 就是因为我的血管膨胀就有多一点血会流过来咯 that's why 为什么发烟会肿 because你血管膨胀的就是肿哦 为什么红比较多血流过来这边就红红哦 and of course the 肿就会痛哦 ok Now when the 血流过来这边 then what 他讲histamine 主要 menyebab gan 他让这边的血管比较生透 得他的 phagocyt so你的phagocyt 就可以跑出来 去吃掉一些bacteria咯 其实他这边有兽鸟的 so他这边讲不只是cell phagocyt cell phagocyt跟factor 本本管 factor 本本管就是帮你止血 你这边有三口了嘛 so他帮你clock 那个血咯 so cell phagocyt当然就是 所以 Garden 进行 stripes 浮试笑 赤裂 Carl border pacocyt就是进行 ärt 很大的伤口 有时候你伤口如果太大的话 会有很多细菌感 so maybe a few days later 有时候你发现你的伤口 上面会有很多什么 so there's a lot of these things that will grow on top of your伤口 绵绵的这些东西 ok 我再讲那个眼神 绵绵黄色那个东西 有看过你伤口这样子吗 so what is that thing 这东西是什么来的 know what I'm saying have any idea在讲什么 bladelet 不是bladelet ok sometimes你的伤口 will have this kind of yellow yellow color的 in English you say past yes 对于华文选对叫 浓 对 so 浓呢 就是like bimple那种浓 in bimple也是发言来的吧 so 这边发言就有黄黄的浓 跟你bimple一样的浓 一样黄黄色的 so 浓呢 呃 在马来文 we call it as nana so 有时候你的伤口会有nana的日本豆 nana是什么来 为什么会有浓在那边 如果你脏口过几天后来会有浓 这个浓是因为after cladaman产生出来的 webimple nana呢 你可以写这边 s turdivie darybada bacteria dann cell phagocyt mati 死的bacteria跟死的phagocyt so 当你的phagocyt出来这边说它会吃那个bacteria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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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大变那些bacteria出来 and then 因为那个phagocyt有时它会离那个血管太远呢 它就回不去了 so 它也是会在那边死掉 so bacteria跟phagocyt的尸体堆起来注意产生那个浓 所以可能为什么first two days没有可能过后才有那个浓 一拿用就是用这段时间去杀那细菌 so 我们的bimple actually also the same 我们刚刚我们的bimple 你们有试过来第一天那个bimple长出来是红红的很痛 可是你暗的时候是没有浓出来 then maybe a few days later 它就膨胀更多点才有那些浓在里面 你挤这样的浓才挖出来 it's because 几天后那个phagocyt才杀完那些bacteria then才有浓给你挤出来嘛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bimple熟了 bimple熟了就是它杀完那些菌有浓给你挤出来咯 然后它就要你挤出来它就recover回咯 嗯 就是这样子罢了 ok can up so yeah bimple actually就是你的 呃 毛孔 也可能叫sebum 有咯来难难发现 ok so 来 给我喝水先了 now however phagocyt 那时候 有上我的chapter 10了我们已经讲了的 phagocyt对virus 不是很effective 第一名virus 很小个它可以跑很快 and 第二virus is one藏在你的孔里面 so phagocyt很难要追到它找到它 so virus like covid 比如说我们就需要我们的barysan betahanan 和dika 如果连barysan betahanan dika dika也support the virus then你就会eventually死掉 so now why why virus只有它可以杀到 第一呢 ok for those who um 还没有教你chapter 10的 我先跟你讲多一次 virus virus 它其实是一个 非生物 为什么它是非生物呢 因为 它其实不像likebacteria bacteria是生物 细菌 细菌 这个是病毒 virus so bacteria它是 需要吃东西 它需要呼吸 它需要繁殖 它可以繁殖 来可以 berlahan的毒和繁殖 可是virus 它完全做不到这个东西 它也繁殖不到 so virus 其实就像zombie这样子 所以你看过zombie的seed的话 like the walking dead for example so how does那个virus spread how那个zombie spread 它就是要咬一个人 zombie它其实就是virus 因为它就是死了的人 可是它又活着这样子可以动来动去 所以就像zombie这样子 and zombie不能自己繁殖 不能自己生 有利的吗 zombie就是咬人家 virus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去找你身体里面的一个cell 它去感染你的cell 所以它就进去你的cell so virus它不能自己繁殖 对不对 so它就去找你的cell里面的那个nucleus里面的DNA so那个virus就要去hack那个DNA这样子 它把它自己的DNA打进去 然后把它的DNAhack掉了 so它现在就控制那个cell 它就控制这个cell 就产生更多virus 就是用它的ribozone jasatgogi那些 你只要产生enzyme 它就产生新的virus在里面 then这个virus就会爆出来 and继续感染身体里面的cell 所以是它virus慢慢传在你身体里面 所以第一天那个virus你身体有时候你没有感觉 因它才几粒了它要慢慢感染你的cell 连几天后它就开始几千万个 then你开始病啊发烧啊 你才感觉到你才feel到 so virusam pertahan ketiga 它是靠我们这个白血球叫 lymphosite which is the one that's an antibody so antibody is the virusam pertahan ketiga 我们的抗体 then mitosis出来的也是virus 这个不算是mitosis 这个是算它 那个cell帮它产生这些virus so yeah 这些就是 因为这个是covid的话 这也是什么covid的virus so the virus就会从这个cell爆出来 and那个cell过去死掉了啦 因为它被那个virus感染了 ok so 这个不算mitosis because virus不能mitosis的 so virus是用一个cell的component 就去产生它出来 所以它控制那个cell to产生virus so 来我们讲回antibody这个东西 now if you don't know what's antibody how does it work呢 首先你要懂 不同的细群 ok pathogen 我们先讲这个pathogen什么 make sure everyone知道先 pathogen就是 mikroorganism so bacteria virus so bacteria virus 就是一种pathogen so不同的virus 的表面上面 有不同形状那些刺刺的东西 so你们都有看过coronavirus 在我边对 它表面有很多些刺 这些就叫antigen 不同的virus 有不同形状的antigen 不同形状的antigen 需要不同的antibody 都去黏着它 比如说 这个是你的lymphocyt 这边我有virus A 我有virus B 不同的virus antigen会长得不一样 so let's say A 它的antigen是这样子 B 它是这样子 so lymphocyt 如果要sup virus A 它就需要产生一个antibody 也是跟它一样的那个形状 它就可以 拧着它 它就消灭那个virus 如果我要sup B的话 同样的antibody 是不能拧着它 因形状不配 so我就要产生一个 大概这样子形状的antibody 我才可以拧着它 然后我就可以 拔开它 sup 死它 understand that's why 我们讲 antibody 是非常的 specific so这边我已经写给你了 antigen 也罢 molecule protein partible permukaan pathogen 在它的表面上面 antibody 是地hasgan的 lymphocyt untuk memusnahkan antigen so what's lymphocyt b 等下我们会讲到 so how antibody berfungsi sorry bfungsi berfungsi so 如果 如果一个人 dejuncated olipatogen sujumla besar seal lymphocyt ter kumpodam nodus lympha nodus lympha nodus lympha 是我们的lim nodes 最common是在我们的喉咙这边 so 如果你有生病的话 你的lim nodes nodus lympha 它会肿起来一点 因为nodus lympha 是因为产生 lymphocyt 所以它就肿起来一点 然后比较多的lymphocyt 会堆在这边 因为你会多一点 lymphocyt被产生 so then 你可以看到我有两种lymphocyt t and b ok 来 你看我这边啊 我画画给你啊 来解释给你 好这个东西 works so lymphocyt 我有t and b 对不对 now 为什么 看来我叫phagocyt virus butahan kedua not effective in virus because virus 它就是 藏在你的 cell里面 这个是你身体的cell the virus 是在里面 so like you know virus 是感染 那个 hack 那个nucleus ok 它们啊哇 那个nucleus 就产生更多virus 在里面 so celllymphocyt 的工作 就是 去杀那些 被感染的 cell 那 lymphocyt 它是可以懂 whether一个cell 有没有被感染的 因为 当这个cell 它被virus 感染了 它就被那个virus 控制 就产生新的virus 在里面 at the same time 它已经懂它被virus 感染 它懂它要死掉了 所以它就会产生 那个virus的antigen 然后放那个virus的antigen 在它的表面 所以这个东西 就会引起 lymphocyt的注意力 因为它就要 似乎这个cell 这样奇怪的 它的表面有这些 它就会过来这边 就讲 这个cell已经被感染的 滴滴滴滴滴滴滴 它就会产生 一个enzyme这样子 杀整个cell 包括里面的virus so that's linfocyt key的function marmusna can cell两几张 Virus then 它杀了这个cell过后 它就会把这个antigen 它就拿这个antigen 然后它就交给 lymphocyt 它就把这个antigen 交给这个 lymphocyt B 然后它就跟B讲 喂 我们的身体呢 现在被这个antigen的virus打 快点 想办法 这个B就讲 no problem 来交这个东西给我 so它就study这个东西了 过后 then 它就会产生 两个东西 一 当然就是产生 antibody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antibody 也可以配到那个virus的antigen 第二 它会产生一个东西叫cell memory cell memory is to 记得那个virus的antigen so that let's say 两年后 同个virus再进来的话 它就可以认这个virus and很快的产生 antibody 又杀掉这些virus so that's what the memory is to remember so this is why 我们讲你中covid了 第一次好像生水痘一样 第一次 第二次才同样的virus进来的时候 你不是讲完全不会中 but可能你recover very fast and就算中的话 也不严重的symptom understand because你已经有memory 你记得了 it's like现在你一直practice 做同样的question 等于考试来的时候 这个question就说 我看过这个question 我懂这样回答了 很有memory的 一样的道理 ok 所以要为什么问西功课 才可以考超市 因为你有memory 一样 ok so how to explain here is this is a lymphosite lipahagi t dan b p what apa t就是会 来写下去 memusnahkan cell yang yang di ole pentogen then 这个t 就会拿 那个antigen 一它杀了那个virus的那个cell 它就拿那个antigen交给那个B B D让上我得提 untuk menghasilkan两个东西 一就是antibody 二就是cell memory cell memory 就会极高 在你的身体保留 在你的身体 它会直接产生那个antibody 如果同一个回来的话 它就快一点产生它 就可以直接打赢它 所以你就没有病到这样严重 因为你可以快点settle它 所以为什么第一次你中会比较严重一点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你身体没有看过这个virus 所以你身体要时间 就产生那个antibody 所以当你产生出来咬 你这里就被打到很严重了 然后你才慢慢打那个virus 才慢慢recover understand so这个图片这边 你可以看到 456 其实就解释这边同样东西 456 understand so这个 keeler actually我们的sleepless 我们没有学keeler跟helper了 so actually我们T有两种 T分成keeler跟helper in bm is called pembuno跟pembantu so keeler就是 the one that actually suck 那个被感染的cell loh 然后这个keeler 其实把antigen交给helper pembantu先 then helper 才是the one that 刺激b to产生memory cell 跟antibody but 我们就记这两个 st就好了 我们sleepless就就到这样子罢了 and then here you can just ignore plasma cell 直接跟我那个讲就可以了 lymphosy b 是menghassigan cell memory 跟antibody 就对了 ok can 好 来 你再听我讲多两分钟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question了 so the next one so 这边any problem吗 有些不明白的吗 就请这边问 没有人问的话 我就当说人家都ok的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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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 tynakan antibody so antibody 它杀细菌有几个方式 so that is calledtynakan antibody or mechanismal antibody so the first one is the most common one 叫 beng antilutinan look at this word glue so它就会粘它们在一起 so usually the first step 每个 method or the first step is more or less the same 就是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 antibody bergabong bergabong dengan antigen antibody bergabong dengan antigen so it's very much the same 给它会粘着那个antibody 那个antigen now then after that next它做什么呢 它在这边讲 mengun palgan 就是它把它堆在一起 glue嘛 就把它堆在一起 粘在一起 你看到吗 那个antibody把那些 pathogen全部堆在一起 不让它跑 because when you say virus they can run very fast because they're very small so 这个东西呢 就会方便 我们刚才讲的 fagocyt 出来吃掉它 因为fagocyt 我们讲 追不到它 so then antibody就帮它 按着它 不要给它跑 fagocyt就来 吃掉它 就好像 那个security 按着那个 坏人 不要给它 跑掉 那个 就 操作 它来 so yeah Phyrosan-Pertahan-Kerlua 跟Tiger Ker-Tiger是一起合作的 ok so 它这里讲了 phergocyt seterisnia mermusna-kan pathogen mela-ly phocytosis 我们skip一下 这个permindakas 我们去 pengopsoninan 这个字有点 奇怪一点 opsoninan whereby it's quite similar to pengalutinan but not exactly the same 就是一样 它也是有 pengalutinan 跟antigen 先 but它不会把那些 pathogen全部 粘在一起 你看 there's only one pathogen at a time 一个罢了 没有几十个 这样子 堆在一起 so 这个呢 很粘了 它就会 pengalutinan sebagai pengalutinan act as 一个 mager 这样子 所以它会 chop它 这样子 so当那个 phagocyt 看到的时候 它就 这个就是 要给我 吃的 它就会 吃掉它 撒掉它 so 一样 你也是需要 phagocyt ok 你问我这个 pengalutinan so 在kimia 你们学过 mendakan 我们把语 讲说 mendakan merabata so 这个是 for那些 比较 liquid的 antigen so 有些 pathogen的 antigen 它是比较 水一点 so 这个是 Bretinda antigen 的 larut so 它就把 antigen 凝固 起来 menjadi complex mendakan deko 一样 deko sid like so this one is quite seemile bengalutinan just that 这个人的 antigen 是 antigen larut alright now if they show you diagrams in exam 这个跟这个 其实怎样 分出来 right usually for这个 它多数都会 label 这个叫 antigen larut but我有看过一些 question 它们连label 都没有label so 你要看 like 那个图片 like 这个我觉得 a bit stupid 它真的是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看 这边 好像有一个 pentagon 的 形状 无脚型 yeah then 这个就是 Bengalutian but in reality 你 should label 因为 你在这边 你不label 你都看不懂 它是 Bengalutian 它是 Bengalutian Bengalutian yeah so 就这样子 la the next one Bengalutian Bengalutian 就不需要 Bengalutian 就叫什么 Bengalutian 分解它 so它是直接 粘着那个 antigen 然后那个 antibody 就把它拉 就杀掉 整个东西 understand so it's called Bengalutian 它Bengalutian so它 bengalutian and antigen and bengalutian 的 所以它是 毁掉 那个东西 okay so this is just like you imagine 有一个人 这个 virus 成了这个人 这样子 然后我就 绑着 他的头 绑着 他的脚 手 他的脚 绑着 他的骨脚 然后我就 拉 他 这个就 本身碎骨 yeah so它就 processing acanomus nacan 那个 partogen can repeat pengalutian pengalutian 没有什么 就这样 它是 act as 一个 betunda decib so instead of 对它们 在一起 它就是 pengalutian act as 一个 mark so它 mark着它 了 那个 phagosi 就过来 吃它 这样 知道了 okay the last one pengalutian 就是 come from the word neutralization now pengalutian 不是 for virus的 它是讲 habregable 能够 toxin toxin 是一种 有毒的东西 养 the hastocan olibacterial so intoxin 是毒嘛 so这些毒 它会 来 感染 你身体的 cell的 tissue 这样子 so如果 一个antibody 黏着它 它就 盖着它 它就 就是不能 打 感染你的身体了 了 so that's called pengalutian 我neutralize 它 它不来很危险 现在我就 neutralize 它 它变不危险了 so that is how it works 所以它就是 bacterial 所以它就 menghalang derybada 能够 给你 那个cell 跟你说 就是这样 过了 ok 来 right let's do a few questions now does this have any connection to the acidalkalite no 这个跟acidalkalite neutralization 没有关系 这边的 neutralization 的关系 就是 我neutralize 它的 它的 啊 danger 所以本来它很危险 我neutralize 那个点音计 就是阿边不危险了 so 这边的 neutralize 就是这个意思 我neutralize 那个危险性 alright acidalkalite because neutral 其实有两个 meaning one是acidalkalite 跟neutral 第二个是这一个 ok per neutral land there's one more e over here 对 so there's one more e per neutral land ok 好 好 dann 来 我们做问题啊 let's go 呃 来啊 我翻译这个 question先一下子 any questions by the way 有问题要问吗 大家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 start question 来 我们就看 for baryxan pertahanan pertama 你们最后 就自己做 so for example this is how taoui wun 来来 say 皮肤 是最重要 皮肤 你看到 我们有 klenja perlo 西包 so for example 我们看 letical question 他讲 whurrigan baryxan baryxan klenja klenja yanteta baryxan baryxan 2 menghalang klenja klenja baryxan so 你就要讲 klenja perlo 第一你要讲 它产生什么 ok 这边我 just point form 给你 so how to 得分呢 klenja perlo 就没有 分了 in question 已经给你 so你讲 menghalxan perlo 就一分 你讲 perlo 里面有什么 lysozyme lysozyme 你做什么 menghalxan 这个你们自立去try so sim定 你要讲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东西 用 用什么来的 有什么 as 什么 方式 ok care ere lug try this yourself so 第二 这个就是解释 那个 how bacterial dallina 7.1 母 sdagun 所以这一个就是 Stegocytosis 就是用那个 Soda Podium Monobal Bacteria 然后有那个Pegosome Lysozome 连着它 Menghazocan Lysozyme 跟我的书一样的 所以这个你们记来 所以我们就做比较 Different question 就看个 我们做一点assay 我看Page 26 我们做多一点 Kedua跟Kediga的 看这边 So 第一呢 我们就先讲 Lymphocyt 它就讲Lymphocyt 所以你就可以讲Lymphocyt 它明显是做什么 So 我可以先start with by saying Lymphocyt 它是Dhacilgan 我就讲它出哪里先 来先 Dhacilgan Olen你的这个 Nordus Lympha 它是Dhacilgan Nordus Lympha 它是从你的Nordus Lympha 来 Lymphocyt就是Menghazocan antibody specific So I can start with that first Then我就讲了 你的Lymphocyt 里面有水 就是这个P跟B 到这边写了 所以你可以讲Lymphocyt Dhibahagi 对Lympha Dhibahagi Lymphocyt Lymphocyt Dhibahagi Dhibahagi 我就讲它的分析 来看 我讲 T 是做什么 Lymphocyt 你先提这波阿波 他打谁命令 他就是打 那些被virus感染的cell what do you call that 他就是 那些 就好像看来我画给你那个故事这样子 他们musnakan了过后他就跟那个b讲 我们身体现在有自一个virus来 他就会做什么 你的cell lymphocytes T 他就会刺激他 叫他 cell lymphocytes B 就做什么 他叫B做两个东西 Yes very good antibody and so他产生一个东西是for今天 一个东西是for future之后 so他要产生两个东西antibody跟 cell memory yes so memory 是for next time antibody 是for now 现在你要立刻马上打死他 but after that 他顺便也是会产生memory 他要准备for next time also 也就像你做考试这样子你要记得他 做问西的时候你要记得他 ok then last one我们就讲咯 yourcell memory memory 它要做什么 se样memory就是会 kekal 在你的身体里面 M d d Dan akan menghasilkan antibody dengan segala apabila dijangkiti oleh pathogen yang sama. Dan akan menghasilkan antibody dengan segala apabila dijangkine. 可能你在学校学了这个 but就算还没有学的话 we learn this before in 你们的form 2 remember 这种叫什么 就是你 种了一个病 你recover了 then你就记得这个病 所以可以跟我讲这个是什么 什么可immunin yes reminin是active active more specifically它叫 active sermulajadi natural active 对了 它叫coimmunin active 等一下我们会学到这一个 就算你们的form 2一模一样的 form 2 or form I can remember sermulajadi so active的意思就是你的身体 自己产生activity and它是natural 因为你是种了一个病 你被打到很辛苦 then你slowly run那个virus and then产生那个antibody so这个是个natural的方式 then what about 那个人造的 bua蛋的是什么 remember was active bua蛋的 how do I run那个virus without 种那个virus yes 就是你们 你们自己刚刚打的 covid vaccine so vaccine一直打了 then you run那个virus without having那个病 okay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更多 so if you guys okay ready here then we move on next one all right so question 十一呢 okay 我们有中号 骑脚车 my god so stupid 他不会骑脚车 哪有人这样子骑脚车的 okay so he said le 6.2 menunjukkan jung号 jatoh di jalan raya dari basikal ne because he don't know how to ride a bike le 6.2 menunjukkan bahawa dia melukai lutut ne dengan teruk beberapa hari kemudian dia meniedari nanah nung mula terbentuk di sekitar lukanya so this is around 5分 so他讲 mengapa nanah terbentuk di sekitar luka jung号 so你不能只是讲 oh anwain nanah terdiri daripada 什么什么什么 你真的写1分2分 最多罢了 so 5分 就是你要解释 why you 这个 nung 就是你要从 那个 kradangan 开始 解释 对不对 so yeah you must say kradangan kradangan first 你要先讲kradangan berlaku hada lukkernia alright then like 我们就 啊 继续 so kradangan 会有什么 东西 出来先 so yeah just like bex expring 整个 kradangan 的process here so kradangan 会有什么 东西 你身体会产生什么 你身体会产生 histamine 你可以讲 Keranangan berlaku pada lukanya di mana di mana nida tissue yang rosak menghasilkan or menjembeskan histamine 对了 所以我们要先讲 histamine then you need to say histamine是做什么 yes 你要记得发言 就是总会红 why 因为你的血管 yang menjembes 你可以讲 histamine yang menjembeskan 你的 salok darab why 首先你要先讲 就是被感染的地方 and then second once你有histamine过来 the next thing sorry histamine once你有phagocyt跑过来 你要让这个phagocyt出来 so histamine也是会 对了 这个 mengurangkan kotelapan asalodara terhadap phagocyt so 这边我们讲phagocyt 就可以了 不用讲到那个pobbocodara because nana是因为ofphagocyt nana就是pobbocodara so 我就不用讲那个了 so 你可以讲 nana nana nah nah terbentuk akibat akibat pengumpulan of bacteria dan phagocyt mati menninggat mengurang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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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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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orry menninggatkan zengjia telapan sorry sorry the 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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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sodium,potassium,就是calium in protein,pembawa是mengangkutmolekuubesar glukosa loh asid aminoloh no,glukosa is not,glukosa is not pengangkutan active no,already say,pengangkutan berasapang berbantu 那时候我们的chapter 3学,pengangkutan active is only for ions but,glukosa也可以 pengangkutan active but,在我们的buck tree,我们学那个pengangkutan merambasim 那个pengangkutan across memory plasma 是只有ions 如果是pengangkutan active ok yeah,anyways,done already 今天我吃什么 今天我是鸡饭 ok,come,let's go,next one let's try to do,做买这个 so,page 28,let's go yeah,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what's it call it coimmunan active button 的那一个question even though we're going to learn it later but另外我们是做这个question先 so,他讲 Mike mike mengkidak covid-19 tahun lalu menderita missha suffer from symptom teruk seperti sesat nafas sensuat dan radang baru 就是他的那个 feifat tetapi berjaya boleh manage to recover dari penyakit itu so,baru-baru ini Mike degi penyakit yang sama tapi dia hanya mengalami symptom rengan dan sembuh dalam beberapa hari so,他又中 covid 多一次 可是这次就不严重 很快就 recover了 so,terangkan mengapa Mike bule dengan cepat pada kali kedua degi penyakit yang sama so,first,我们就是要讲 他因为中了第一次 就得到了 那个 看在讲的 coimmunan active semulajadi de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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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可以加买这一个 什么啦 sorry yes 嘴巴讲什么啦 你写错了 什么啦 不阿弹 不阿弹是vaccine sorry sorry yeah yeah correct 什么啦 假的 and then 你可以讲咯 养 特里 你的 你的 巴里山 巴达哈南 科迪格 接下来你要讲的就跟我们刚才写的一样啦 because 可运达你什么的假的就是你的巴里山 巴达哈南迪格 你的那个小memory 你的antibody 这些东西 so you just have to repeat just now 我们讲那一个 Cell lymphocytes T跟B那边 so you can say 那个Cell lymphocytes T 我们也让那个Cell 养体养体养体 Olepathogen then after that 你就会有那个 just copy这边 对啦 yeah so whereby 就是你的Cell lymphocytes T 你能让那个Cell 养体养体 Olepathogen and then after that 你就有那个 T Morangsang B untuk menghasio kan 那个antibody so basically 就是重复 来这边 OK and that's why once 他中同样的病 他又可以 很快的产生 那个antibody 所以不会有什么symptom吗 understand 来 你们就写多一次啦 一样的 sorry 来 你们写多一次啦 一样的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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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可以加这个 看哦 Here you actually can say 什么是那个 养鸡蛋 养鸡蛋 那个是 养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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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quei 好了吗 我们就看一下 那种 养鸡蛋 养鸡蛋 好了 我们可以看page 22 question 8 做多一点点 我们就去 回去前面讲那个可immunan Janice可immunan 再做多一点question就完了的 很快就可以finish了点点 let's go 感谢观看 好 来 question 8 好了 我们看第22面现在 so this one 看我们讲的Janice antibody OK 今天我们会做一些state paper的question so question 8 是这种state paper的question which means他可能是你学校会选 的问题 for你们的考试 upcoming的考试的 所以你们注意多一点 OK 所以来 first one 你可以跟我讲吗 OK 我们就a2先啊 so action of antibody 听他看antibody so a is a mod 5.8 可以看得出吗 你看哦 第一也是因为他黏着那个antigen of那个pathogen 他黏了之后他就变成这样子了 so应该是什么呢 which one is this what do you think so这个是什么 what's this the body just break into so这个应该是什么 yes 这个就是 他能够赏他 把他拆散他 OK 这次 should be easy the next one 5.1b 这个 没有 看我怎样教你 我教什么字 penggungpalan is the process 你讲他 menggungpau它 is the explanation but this name of 这个东西 you have a glue yes it's why purpose is say 那个 glue so you must remember it's called peng agglutinan not pengglutinan pengagglutinan 你可以看到 whereby我粘这些 petogen粘起来 这样子 all right just not already say permendakan 你不用理permend permendakan 没有什么会问的 honestly and就算他问的话 right you can see okay just like this go question usually他会label 他should label 那个 what do you call antigen larut if not 你可以看到 通常他会show 你比较小个一点的 那个圈 这个就应该是 gluing大堆 so per agglutinan that's how 你要去spot他 我知道他很 stupid 很像这样子 so我已经跟你讲了 okay so don't worry okay so the agglutinan so这个就是 the permutinan so this is question 5 by the way then这个就明显了 一对的 就是 pengagglutinan and then you have pengneutralan you 就是你黏着 他的那个 那个toxin的 antigen的 跟前面我那个 diagram 一样的 okay 好 so来这边 我们联系 explain一次 just now we go back to the question question 8 over here 我们联系 写一次 那个 explanation so let's say 他叫你 terangkan 那个 tingdakan so for pengagglutinan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one 他会问的 so usually most of 那个 antibody the first step is the same 就是那个 antibody 就会 meng bergabong or you can say berting dak pada hermukaan of bethogen 诶 诶 诶 我们刚才不到 part of antigen sorry sorry okay and then 我做什么 我把它 doy 在一起 so 这个我们在讲 meng boug gab 那个 bethogen 把对在一起 then once 我对在一起 how 我把它杀掉 因为我对在一起 它没有死掉 对不对 so how 我杀掉它 yeah i know how 我杀掉它们 okay 我 sloat down then how I kill them later yes 就是 for 那个 fagosite so next 我们就讲了 你的那个 ah fagosite go 就来咯 mumusna gan 那个 pathogen olaroid fagocytosis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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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也是写这个 So the first step is the same 大多数的那 第一个step就是你要先 Bergabongpa的那个antigen先 And for这个 你没有发过 这个antibody它solo 它不要紧一点 它直接不是我们拆散它 对不对 So我们会讲单 它就会 It's called pengurayan for a reason So I just Menguray Kan Nia So Process Ini Akan Memusnakan Anting Petogen So Question A下面那些过后 我们再继续做 OK So 刚才我show你那个Question 5 其实也是一个state paper来的 So那个也是你们 要注意一点 OK So这边也是 画一个星星 等下如果有 I think我们会做到 这个那么5也是 我们就做一半先 Because我没有学完 后面的东西 OK Once you guys done with Done with this 我们就来一个 Last了啦 Page 6 Let's go 科 Immunan Manusiao Why some Petogen Different Tactic Because Different Petogen 就有 不同 不同的 Skill 有些virus 它就跑得比较快 So我就把它 黏在一起 So那些没有跑得 这样快 我就不用黏在一起 我就不用 Peng Agro-Dinan 就Peng Opsor-Ninan 就够了 OK So这个黏在一起 就给它慢下来 不要给它跑掉 Yeah Then for Permendacan 就是 For 看我们讲 Antigen Larut OK Then for Peng Ryan 就 Maybe 这个 它的 Antigen 可能就 比较 Wick一点 它捏 它就可以直接 踩掉 它不用 Phegocyt 帮它 So Penutrile Is for Usually Toxin 看我 这样 So Depends On What Kind Petogen Base 它就 使用 不同的 Method OK So Genis 可以 Munan Last One 刚才我们讲了 Active And Passive So 无论是Active 跟Passive 你都有两个方式 有Natural 的Simular Jadi 你有Watan 的人造 Same Over Here So Active Basically 就是 你的身体 要蒙哈 修干 那个Antibody So Active 所以 你身体 要用功 要用力 自己产生 那个Antibody And Passive Is the Opposite Passive 就是 你 Receive 那个Antibody 你不用来去 Work hard To produce Understand So Since active 你自己 勤劳 产生 那个Antibody So 这个是 格高的 可immunan 因为你 自己产生了 你就会记得 You 用功 读书 你就 记得 So 你就 有 格高的 考试 一来的时候 你也会做 可是 你 你是抄答案 人家给你答案 你没有老师给功课 你抄 抄 抄 来到考试的时候 你抄 你那里有自己 对不对 你就 你 你 功课 现在可以做 可是考试的时候 你做不到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So 一样 你有 Botan 跟 Samular Jady So Botan 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对不对 就是 Vaccine So 我不用中那个病 我都有那个antibody 我有那个免疫 so 如果确实问 APCA 特兰肝可immunian active vatan so 你可以讲 DICAPAE 没有 你可以说 你提看 Vaccine 打 Vaccine so Vaccine 有选了 already what's inside the vaccine Vaccine 是蒙人于 Pathogen Lerma 它里面就是有死 或者弱的Pathogen so 这个Pathogen 虽然它是死的 它打不到你的身体 可是你的Lymphocyt 还是会以为它是活的 它也会产生那个antibody去打它 then它就记得它 so 这边的东西 我们等一下再讲 so of course Vaccine 是 Dibury Serbulum Pichang KT Berniak KT 你没有可能中了才打Vaccine 你没有可能中了才打死的Virus 在你身体 so Serbulum Pichang KT 就是我们看在讲 你中了那个病 然后你自己recover from那个病 当你recover的时候 就是你自己认了那个Virus 产生效 memory and you remember it alright for what graph一定要会看的 usually when 它给你graph的时候 它一定是磨蛋的 因为你看有injection so injection 就一定是磨蛋了 so question很想要问 为什么要打两次针 like那个 you remember 以前你们有打booster dose 所以要打第二次针 要打第三次针 because打第二次 你可以看这个ground 你打了第一次 那个antibody 产生的比较少 in order to 避免一个病 你身体要有一个 certain concentration 的那个antibod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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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ent那个病 to去打得赢那个病 so这个level 叫做level of immunity araz keimmunan so你要 reach the certain amount of antibody 你才可以 achieve到那个 araz keimmunan to 避免那个病 understand so that's why we say suntikan kedua of course suntikan 那个 penggalak right 那个 vaksin dose penggalak booster dose we call it in english 是 meningkatkan antibody 因为你要超过 这个level 你超过这个level 就是有足够的 antibody 的病 那个病 叫做 melapasi araz keimmunan yeah so this is the two things 你要讲 if question why你要打 两次 为什么你要打 dose penggalak okay so这边就是 example of 病 that我们 有create vaccine for like tubalculosis 就是肺 叫肺牢 就是 它是 coast by一个bacteria so actually肺牢跟 covid is almost 一样的symptom 因为这个bacteria 也是打你的肺的 就写这个是bacteria 这个是virus bacteria就不会 打你的cell bacteria是 suck你的cell 它不是进去 你的cell板子 这样子 so the way it spreads slightly different so actually 我们这个vaccine 叫bcg vaccine where actually all of us都有的 如果你看你的肩膀 那个left hand side 那个mark 有个mark在你的 左边的肩膀 那个就是 bcg vaccine来的 我们baby有时候打了的 hypiditis B 我们baby的时候 也是打过了的 就是b性流感 它是一个virus that infect你的肝 你的肝 covid你不懂啦 chicken box 水痘 and还有一个字叫 hpv which prevents一个 cervical cancer cancer cervix 就是它是女子才要打败的 这个 因为它比较common 在女子会有 yeah so 如果你们记得 一定你们form1的时候 or form2 or form3 i can't remember 只有女子在学校 要打一个真的 if you'll recall that yeah so那个其实就是这个vaccine hpv or 60 年纪 i can't remember when 是有过年女子要打败的 ok yeah then after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criminal passive so passive of course 有bratan也是啦 可是bratan打的真 就是打anti serum anti serum 就是 里面就是有antibody咬的 so 我是直接打antibody 进我的身体 不像vaccine 我是打virus 吃自己身体 产生antibody 你记得那个virus forever so这个我是中了那个病 我才去打那个serum so为什么我们会有serum这个东西呢 is because第一 有些病我们的身体 是不能产生antibody的 so we need create we create serum for it instead and number two 有些病 is not very common so我们 don't really need 一个vaccine for it 就是你中了 你就是打不了 and usually它是危险性 也没有算很高 ok depends啦 some它是很危险 你平常不是 right so anti serum 就不就跟vaccine 不要到是中了才打 because 你 如果两年前 before那个被你打了 两年后你就没有那个antibody because这些antibody 你不是自己produce的 so它虽然上到很快 它membrary perlindu 跟stamata 因为你今天打 你就有那些antibody了嘛 你不用时间产生嘛 你算它上很快 可是它也下很快 because antibody是有寿命的 它一死了 它就不会 你身体就不懂 要怎样产生 因为没有memory cell 这个东西 so same thing question都是我来的 ask why我要打第二次针 这边打第二次针的原因 当然就不一样了 你打第二次针的原因 就是因为 if你的antibody level 开始跌 below ARAS 可immunan and 再加上 你还没有 recover then 你就要打第二次针 if你的antibody jato bawa ARAS 可immunan but你已经recover了 你就不需要再打了 明白 so example of that 就是 tetanus in bm is called 看见底 这样奇怪的那个字 yeah but i think我们可以 用那个字 tetanus okay 破伤风 有时候 如果你 你割到很暗 割到一个很暗脏的东西 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会提方 然后你去讲 建议你去打破伤风筝 let's say for example yeah so 我之前的前景有一次打破伤风筝 因为 因为很好笑啦 因为我穿slipper 然后我走路没有看到 所以我有一个 一个step you know 好像你那些short lot 你那些step 一个楼梯这样子的 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step 因为我穿slipper嘛 所以我那个 大脚趾 他就叉到那个楼梯 然后那个皮就这样子 挂出来 then流很多血 然后我去看医生的时候 等一下就帮我clean那个 wound 剪掉那个皮 我记得那个医生很粗鲁 就是剪掉那个皮 然后就讲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the antitetanus 然后就帮我打 yeah so 因为你被一个东西 割到 你可能就是会破伤风 就是会有一个infection then another that 就是antivenom or called antiragin 就是 你被毒蛇咬 你就要打这个antivenom 杀掉那个毒在你身体 比如说毒蛇 它们其实不会被自己的毒 毒死 毒蛇不会被自己的毒毒死的 因为它有antivenom to suck它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个毒 so 我们就会从蛇去得到它的那个antiragin antivenom of course不同的蛇有不同的antivenom so那些今天我被cobra 我就去医院的时候讲 有被cobra咬 你们有那个antivenom for cobra 可以有 他们就把你打 because usually antivenom 会存在医院的 ok but yeah depends 有些医院会没有的 and 什么啦 那家里呢 就是你naturally 得到这些antibody的 so naturally 怎样naturally 就是你是baby的时候 你在妈妈肚子 你是得到那个antibody from那个placenta 那个台盘 and你baby的时候 你喝妈妈的奶 妈妈的奶 就是有很多antibody so这个也是一个natural 天然的方式 也像他们讲 如果你是baby 为什么一定要喝妈妈的奶 是很重要 法的健康 and all that because妈妈的奶 其实有很多antibody so baby 喝了就不容易生病 yeah so like let's do a few questions 我们就看个 page 13 那其实for coimmunine的question 来来续续都 almost the same so你看见 我们做的question 是会一直repeat的 来我们看pression2 pitch13 do a few questions 然后听我讲一点故事 我们就完了 ok come 我们看这个page the error 13 alright um 我这边有两个小孩 ok 这个帮我换成 canat canat n so他讲两个 kanat-kanat and diberi suntikan untuk mempertahakan badan terhadap penyakit Z the placenta is important important 如果我会 你个例子 of the two things genies suntikan and genies keimmunan so n 是什么 suntikan and什么 keimmunan so yes suntikan 这边都是有 sunti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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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就是不把弹的 don't need to save right and the other one if这个是active the other one一定就是passive 对不对 so passive是打什么针 刚才加吧 right passive就是打 add d suntikan yeah and 这个就是 keimmunan passive what that next mengapa suntikan keimmunan dipro oley dua oley dua kana kana and dan oh 就像我们讲 这两个人打 第二次生的 的原因都不一样 对不对 so for and 他打第二次针 是因为要 我们的vaccine right so因为你要 你要 ok 你要 超越什么 我们要讲 要mengapa 意什么 就是这个 yeah Iraskeimmunan 对不对 in order to 超越那个 Iraskeimmunan 你就要产生 多一点 antibody right so你打第二次的时候 你就是要 吃鸡 你生里产生 多一点 antibody and你才可以 到这个level so你要讲 就是 untuk untuk mencapai aras kerimmunan 人 然后 你就是打 if他还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讲 你只打 他还怎样 你才继续要打 你才要打 他就是 你才继续要打 你可以讲的 这个就是 一样了 你可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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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们讲的 是 那个keyword也是记得 Yes,我们讲了吗 你打了那个死的virus 你的身体也是会认它 然后产生memory cell吗 That's why我们打了vaccine 也是会immune towards那个病吗 So same Just that一个你是中了那个病 一个你没有中那个病 因为一个都是打死的virus So is it whether it is 活的virus or死的virus 你身体也是treated the same 你身体也是一样 打死它 它是memory cell Okay So after seven weeks So who will have immunity after seven weeks 7 weeks 七个星期后 当然是那一个 long term 所以会有long term 当然是N EPC是一个 So就是 Kana N Why它会有 kerminant 因为现在它有什么 Kerana Beer 我们不明白意思吗 我打了vaccine 然后有什么东西让我可以有这个长期的免疫 一个long term的immunity So what makes you immune to一个病 重点你要讲什么 因为我现在有了那个 有什么 Guys Yes 就需要这个字 cell memory Very good cell memory 你可以讲 YANG BOLE Yeah Just like what you mentioned 就是啦 Menghasilkan 那个 antibody Dengan Segera Di JANG JANG KITI Loh Did you say What penyakit is this OK OLE PENYAKIT Z Follow the question Next one 有妈妈在喂奶 JANICE KERIMUNAN YANG PENYAKIT OLE PENYAKIT PENYAKIT So mamma喂奶 Of course Di JANG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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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ry 你可以讲 Keimunan Sementara Kehadah Berry Kehadah And then 有时question 想要问 他问 为什么baby 一定要喝麻烦的奶 Turankan Kepentine So 因为你记得 baby就好像一张白纸 这样子 没有填过东西的 就是他没有生过病 So他就没有antibody 所以baby有什么容易 生病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可以讲 因为那个baby 就是 baby是没有antibody 在他身体里面 So你可以讲 为什么要喝麻烦奶 因为麻烦奶 就是一样 可以给他 Kehadah Kehadah Membrary Antibody Membrary Kehadah 什么都要得到 Berry So At the end 也可以讲 你可以讲 就是 Berry Melindongi 那个Berry Daribada Kehadah Perniak And let's say If they ask you 为什么baby 也是要打 vaccine 我们小baby 小时候也是打多 Vaccine 对不对 So一样 也是可以讲 因为baby没有antibody So vaccine可以 Melindongi Berry Daribada 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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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you also can say this So you go like 一个万能的 answer 来的 So remember 这个是 for Why baby Need drink Need drink Need drink Mama Night Why baby 要vaccine 就是这个原因 OK Then 你再解释 买这个是怎样的 Claim Vaccine 就是 Active 这个就是passive All right Let's do a few more Yeah 后面这边 Question Like Question 3 What if baby Drink Other People's Milk Also can 可以的 But 也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Yeah You can 可以的 没有事情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OK No.3 No.4 你可以做 这个东西 Try 自己去做 差不多一样的 Question Yeah 你看 Yeah 这个Question 5 刚才我们 做一半的 OK 做一题 罢了 这个是一个 State Paper 自己去 Try 做也是 So Your School Mind Use This Question And 他这边的 Question 都是 跟我们看来 做差不多一样 你看那个 Graph Same Battern 刚才 就是问你 Jernice 可 Immune 这个 我一眼望过去 就看得懂了 对不对 Why Second Injection Sunti Kan Kadu Wa Debrating X Y 一样 我们写 刚才 我们做一下 这一个 为什么 AIDS 懂 艾滋病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艾滋病这个东西 是 你们懂一个人 得到艾滋病 会怎样吗 懂艾滋病是什么吗 艾滋病 is caused by 这个Virus 叫HIV So So if somebody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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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 的 也没有 vaccine 这个东西 的 So Why is there no antibody Okay HIV 这个Virus If you don't know 它其实就是 打 你身体的 T-lymphosate 原来我们讲 H-Virus 是在一个 肖里面 繁殖 HIV 是 specifically 血 T-lymphosate 繁殖 在里面 So if T-lymphosate 如果它是 Attack T-lymphosate T-lymphosate 是打 Mumusna 跟肖 Dijangkiti So它不会 自己打 自己的人 So变成 Nobody Can fight HIV 在你的身体 So当 T-lymphosate 越来越少了 过后 就没有人 去刺激 那个B to产生 Antibody So what happens 你的身体 就是你身体的 那个Antibody 不管是 什么病的 Antibody 就会越来越少 因为没有 人叫它 做工 没有T 叫B 做工 So你Antibody 越来越少 什么病 你都会中 外面 桌子上 随便一个 细菌 你都会 发冷 发烧 到很严重 伤风 也会死掉 咳嗽 头龙痛 你也会 很辛苦 因为你完全没有 Antibody So usually 艾滋病的人 过了一阵 六岁十年后来 艾滋病 在这个人会很严重 就是他会 Dive for 各种各样的病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会慢慢 Destroy 那个Lymphocyte T 过了很久 then他身体就开始 越辛苦 因为没有什么 Antibody Okay So The reason 很简单 因为它是 Mengjang T Cell Lymphocyte T So Oleh itu 你可以讲 Tiada Oleh itu Cell Lymphocyte B Tidak Dirangsang Wantok Menghasio Gan Antibody So HIV 是一种 Attack Lymphocyte 的Virus Yes 我们的 我们的课程 是有讲HIV的 等一下我会解释 比较详细一点 首先 你就大概知道 Yes HIV 是这个Virus 给打Lymphocyte Lymphocyte 死完 你就会有艾滋病 Just like Coronavirus 是导致你 到你有Covid 这样子的意思啦 Okay So D 来 我们现在就做了 这个Pervizan的Question Immuniasi Y Determinant Oleh Eb X 但Individu Y Badassakan 6.2 So Diagram 就可以得到 Difference了 Between 这个 Passive 跟Active Badassan So 你可以看到 啊 你看一个上很快 一个上很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怎样讲 How do we say this? Come on Come on 这样子上跟这样子 What does this mean? I know is button 现在我要compare 它的不一样 对不对 So 这个是什么? 你看这个是 那个Antibody 一个上很快 一个上很慢 Okay Renand 很好 只剩我们不是要 compare 那个Jernice 可immunan 我们是要compare 它的Difference Right The question is You want Pervizan So Renand 的answer 就是 How fast 它得到 可immunan So 你可以讲 这个是 Perlindonan 你今天打 你今天就有 那个可immunan 因为你不用 时间就产生 那个Antibody Right So 这个 要 一个是 Straight Giff Antibody So 这个呢 你要时间 都产生 So 这个是 可immunan You don't get the immune immediately 因为你要时间 就去产生 So 我们会讲 Why Member 可immunan Surtle Member X T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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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 Short Right Because Once it's gone It's gone forever 你不会再产生的嘛 可是这个 你有memory 下有 You remember 你今天读书 你就可以记得了 So 我们讲 X 是memory 是memory 可immunan 可高 我讲个吗 是panjang 也是可以 Why 是memory 可immunan 是memdera 暂时 罢了 So Like For the Other Difference 你们可以 自己去 Try 完成 这个 Table 是 其实 很容易 都可以在我的 Node 找到的 So Yeah These R Line Difference All Difference 看我们是做 这两个 罢了 So Type Of Injection Time Type Injection Types Of Immunity Difference And Yeah So 你们可以自己 Try to 这个 很简单 的 Okay So Let me just do a few more Just show 你多几个 好了 Yeah So Question 6 这个也是 State Tri A Please Please Ple 自己 做 也是 A Very Easy One I Upload The Anse 在GC Very Soon So 你可以 看 这边 I Compat 不同 不同 的 Vaccine But All The Question Win 这边 是跟我们 可以做的 差不多一样的 Yeah So By The Way Right Yeah Pfizer 就是你们小孩子 打的 Okay Then 我是打 Azac Azac 是要排队 抢的 那时候 我不懂 我要抢 我一抢 这边 政府 讲 全部人 有本性 Azac 打了 是最辛苦 的 Like 你打了 这个 打第一次 是很辛苦 第二次 就 OK 我记得 我打了 第一次 我是来 发冷 发烧 晚上睡不着的 那一种 And then Yeah Just fucking freaking 辛苦 Sorry So Wait 我记得 那时候 我打了 第二天 我要交 But luckily after that 就OK Then Sinovac By the way is 中国的 那一个 Now Actually Sinovac is the one that 我们 我们 在 Sleevers 里面 学的 就是 Petogen Mati 这两个 你打 跟我打 这个其实 不是 Betogen Mati This is why we call it RNA or DNA Vaccine Whereby you不是 打死的 Coronavirus 你其实 是打 那个 DNA that 刺激 你的 cell to 产生 那个 antigen of 那个 Coronavirus So the same purpose 当年 Lymphosic 看到 这个 antigen 它也是 会产生 那个 antibody and then 产生 memory cell at the same time But 这个 是 Petogen Mati so a bit different OK Yeah 就给 你知道 这一个 好 So Yeah 这个 question 很 简单 So Another One that 你们 should try to 做 also question 8 看我 讲了 的 我们 讲 C question 8 的 C 这边 你可以 自己 写 Now this 我们 有个东西 叫 Hert Immunity 有听过 群体 免疫 Immunity Berkelombok So 他们 讲 如果 一个 society 有70% 的人 已经 打了 vaccine 过 后 你就会有一个群体免疫 就是那些没有打的人也会被 indirectly被保护 好像小孩子啊 或这些anti-vax啊这些stupid的人特地不要去打 我们也可以 indirectly保护到他们 because 第一呢 如果你打了vaccine 如果你接触到一个positive的人 就算他传软给你 就算你也是positive 你不会有很severe的symptom and the rate of spread 是比较低 so you are less likely to spread to someone so even though 如果这个人接触到他 他可能会没有得到那个virus because我symptom比较差 微一点 我就不会什么 咳嗽 没有什么virus出来 then当我recover了 那个chain 就 end了 明白吗 and that's how I stop 那个spread of covid that's why after everybody vaccine 为什么我们的covid的那个case 就越越少越少 before vaccine的时候是西北高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没有打的时候 你传的时候就很快 你没有打 没有能力都打那个virus嘛 so我们这个怎样讲的 we will actually say 那个 individu yang divaksin tidak akan mempunyai simptom yang teruk dan tidak berkemungkinan merebak ke individu lain merebak 是 传染的意思 okay so 你可以讲 oleh itu 你可以讲 就是 memberi berlindungan secara tidak langsung kepada individu deductive vaccine so 那些没有打 vaccine的人 他也是 indirectly 给我保护到 因为我没有什么 能力 去传染 给他嘛 so 就算他没有打 你作为的人 有打 他也是受保护的 why no serious symptom difficult to spread like say if you no serious symptom because your virus concentration your body 是比较 low so the virus is less likely to come off from your body 就算 你 and 你没有 symptom 的话 你没有 ker 你没有 ker 那个 virus 就没有 出来 so it's less less it's tidak berkemungkinan 就是 less possible less possible ok and then you can say number one 就是你可以讲 how 你就会 memutuskan 那个 what is it called the covid chain what is it called in 那个 ran tai yes yes thank you save me from embarrassment ran tai covid yep so that's the covid chain so yeah that's how 我们的 case 就越来越少了 一阵子 他就 dj 两千 三千 现在我也不懂 是多少 的 by ya you stay stack 了 两三千 这样子 compare to last time 是少了 很多 ok so yeah 剩下的 你try 自己做 ok 不要走 先 一些 子 ah you can 自己try to 做 like the last question 这个也是 一个state paper 的 question 是 last year 的 slang wall state paper svm 的 如果 这个 有 有 有时间的话 我在板上 给你们做 另一个 but 没有的话 你们自己 try to 我会放 anser 在 gc 你们 继续 看 so 我画 星星的 你们自己 去看 如果还没有 做的话 好 so done ready this one done you dj just give me like two three more minutes 就 讲 听我讲 一点点 就完了 我们回去 数 第八 名 the hiv yeah 现在我们就讲 hiv exactly so hiv 十一点 是 issue kese artan berkaitan coimmunan manusio so 我们的 这个 8 we mentioned just now in english is called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or in bm is called syndrome burang daya dahan benagate so is 一个 病 that mengurangkan 你的daya dahan this is 一个 病 that 让你的 免 coimmunan 变差 让你的免疫系统 变差 因为什么 hiv 看我讲吗 hiv the virus 是 你的 cell linfocyte t 对不对 so youall remember 看我讲 hiv 是virus it 是病 coronavirus 是病 covid-19 是病 coronavirus 是virus covid-19 是病 so like we said 他们 mengusnarkan cell linfocyte t which mengusnarkan cell linfocyte b untuk mengasihkan antiboli so just like all virus 它mengasihkan dantiboli and 过后 你有新的virus 进去你身体 过后 它就慢慢去打击 它的cell linfocyte so 当你的cell linfocyte 越越少 你就会有 aids and 当你有aids 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病 会出现 因为你没有东西 保护你身体 你有那种肺炎 immunia 你会容易 肚子痛 歇肚子 很多那种 kulat 就是有fungus的病 等等 everything so 最后我们讲 system coe imunan malumbuk 就是你的免疫系统 就是 pah got so 各种各样的病毒 细菌 都可以打击身体 just imagine 你的家的门 全部烂掉 谁要进来都可以 so 这边就是要 like okay a bit of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就是 how aids can be transmitted so number one 记得 hiv 这个virus 它 不像 covid 它不是 你一刻说 那个virus就出来 它不是 airborn的一个virus 它是 在你身体里面的液体 就是 这个virus virus is found in你的blend mainly and also your body fluid 就是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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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不是口水 口水是不会spread的 so 我 我刻在你的脸 我kiss你的话 你是不会得到hiv的 如果我是hiv possil的话 so 它讲的是 dara 血 aimani 就是精子 bendalipharad 就是 那个 女子 这叫 阴道 的 那个液体 okay so that's why sexual contact is very easy to 传染这个 hiv because when there's sexual contact they'll be 身体 液体的 接触 液体在男子的 那个 影子 女子 引到那边 就会传 and then yeah 那种 pennage dada 因为我们讲 血嘛 这个virus在血嘛 so 如果我 打那个药进去 打那个 毒品进我身体 会 那个 争取我的血 然后我 跟你share的话 我就打 那个dara 进你的身体 yeah so 你就会 得到那个病啦 then 捐血也是 这个现在没有什么 会发生的 可是以前的时候 科技比较不发达的时候 如果我的身体 我是有hiv的话 我捐我血给你的话 它没有check好来的话 会把hiv给你的身体 捐organ也是一样 so 这些是我们 可以避免的 可是比较难避免的 是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是 baby 从妈妈 的奶 妈妈的placenta 所以这个是避免不到的啦 so how can we then avoid it so 你要avoid这个东西啦 就是你不要随便跟人家做爱啦 你要跟随便跟人家做爱 可以带套喔 你带套就没有接触到对方的那边咯 ok 没有direct contact咯 and of course 你不要跟人家share真的 这是最stupid的一个东西 他们假的那种剃刀气 也是不要share 因为如果我hiv我割到流血的话 我那个tid down那边有流血 然后你在那里挂你的胡子 然后你也是挂掉流血 那个virus就进到你身体了 ok and then camping consideran so on啦 so 这边已经讲了 AIDS is not transmitted hiv is not transmitted by more 你摸来摸去 不用怕 不会的 你share口水 kiss人家 share糖吃茶 不会的 蚊子钉也不会的 因为那个virus在蚊子是会死掉的 ok so before 我放你走 ok 我给你看一个很好笑 我的东西 所以 这是一个statistic 在malaysia 这是告诉你 throughout the years hiv是怎样被传染的 so 在19 1990年的时候 ok 很久以前 这个hiv蛮新的时候 大多数被传染的 那个you can see是drug use 那时候benage dada很多 你看黑色那边drug use 就是share那个needle 然后蛮多一下34%是blood transfusion 所以那时候科技不是很发达 so 这个东西happen very often 然后过了可能差不多20年后 我们开始就有sex 有那个 不是sex 不要 sex就比较多 你看40% 所以过了2010年 就有很多那种sex education 叫你们不要随便做 还要做要带套 因为a lot就是处sexual那边传染 然后你看那个blood transfusion 变3% 就是捐血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们懂 我血会有一次hiv 我捐之前 我check那个血先 ok 可是benage dada还是多48% Apes is originated from apes yeah I guess so 对对对 是 是从猴子那边传染过来的 ok 然后2018年 我不要说你先 2018 is quite reason 就是来 modern现在 现在你知道吗 hiv最common传染的方式在马来西亚 我 in a million years 你都猜不到的 你差点是比较被传染 它不是 benage dada 它不是捐血 也不是因为很多人做爱 做爱 sort of 是57%现在讲sex between men 就是男子跟男子 擦皮股 纯软的 AIDS还比normal的sex 还要多 so我们的society 开始有点问题 我觉得 ok so so 所以现在我们的sex education要讲到 那种homosexual的sex了 因为我们讲 ok 你跟女子 男子跟女子就要带一套 现在男子跟男子也是要带一套 你看 你有带的话 57% 你看那种 捐血跟那种 Banage dada 才3% 3% 57% 还比37 这个sex between opposite gender还要多 这个是给你知道 so in Malaysia Malaysia is not全世界 Malaysia you know 最common传染 AIDS的方式就是这个 ok 到 从展翼都careful ok 只剩 只剩讲的 ok today就这样这边罢了 so if no problem的话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alright so I see you guys next week Chapter 11就是这样子罢了 这个notes November你们会收到的啦 ok bye see you bye bye